慈濟昨天完成這個法律的授權 那鴻海台積電採購疫苗 也傳出渴望在9月還有10月來抵台 但光是慈濟的公文就跑了8天 救人如救火中央購買疫苗上 是不是有一點太不積極了呢 從以前到現在 台灣的疫苗就是不夠嘛 中央的疫苗準備就是不足嘛 所以面對這樣一個不夠不足的窘境 有企業界 有宗教團體 有熱人人士 願意來協助政府購買疫苗 政府不但要感恩 更要全力的幫助 從被動變為主動 積極的協助 要能夠越快 以及買到更多 還有更好的品質的疫苗進來嘛 這是一個態度 我們用這樣一個態度 協助 別人不要協助 用這個態度 跟民間並肩作戰 快速的把疫苗買進來 讓我們國人疫苗的接種率能夠提高 讓我們全力國民能夠保護我們自己的安全